第七十一章 彼岸之密 穿过金色大门 梦齐眼前豁然开朗 仿佛从陡市来到了旷野 而且天朗气轻 菩提珠珠 清泉涌动 婆罗布雕 透出说不尽的清静与凝合 整个人的身心都似乎得到了升华 但此间没有任何生灵 寂静弥漫 永恒不变 如同死后最终的归宿 九幽能自生善意 愿意放下屠刀的邪魔恶鬼 邪神怨灵 果然少到忽略不计 而且一旦出现 踏入这方净土 必被如来佛祖感应 接引去灵山 即至他入灭得道 阿南叛佛 婆娑轻颓 此迈自顾不暇 这里才被放弃 孟齐与阿修罗始祖并立 眺望着净土远方 只见须弥高耸 威严厚重 于是微微一笑 壮四随口道 黄泉转世身 被发现算得正常 可老夫 却不解发现者 为何能知道 他要前往生死原点 这种秘密 黄泉转世身 会挂在嘴边 逢人就讲 若是拿下了 黄泉转世身 用神通秘法拷问得知 又是如何让他走脱 阿修罗始祖 眼睛愈发浑浊 轻轻眯起道 既然看出这点 道有为何还要进来 孟齐低笑一声 不过是一句黄泉真身 丢了就丢了 有何俱之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不能失去了 所以顺水推舟 死终求活 密那一线生计 阿修罗始祖苍老淡然道 简短几句后 两人不再多言 迈开步伐 步步登陵 几夕之间 便已来到须弥山顶 顶峰立着一道身影 背对两人 身罩黑袍 冤庭越智 气度超凡 道有果然在这里 孟齐感慨般叹息了一句 此人正是黄泉转世之身 他等在这里 像是已经等了千百事轮回 黄泉缓缓转身 露出一张秀气的人类面容 如今的他 已非邪神 该称呼为他了 他全黑与全白的眼睛 扫过阿修罗十足 定格在孟齐身上 似笑非笑开口 道有可知 我为何没回九幽去 自身留下的骸骨 明明留下了控制手段 打算转世之后 以原本移退炼至绝世神兵 结果去而不返 让自身骸骨落到 生死无偿踪手里 最终便宜了孟齐 道有秘密甚多 老夫又如何猜得到 但不外乎出了岔子 或借此布局两类 孟齐悠闲自在回答 一点也没有落入了陷阱的感觉 黄泉摇头失笑 确实如此 鄙视我借助生死远点轮回 以求摆脱先天神灵的智骨 结果一梦万事 恢复记忆时 已然接近末节 骸骨早落入他人之手 自身又有魔佛 封都大地等寻觅 只好躲躲藏藏 阿修罗十足托的插言 声音尘雅 听你的意思 你也经过生死远点 若非如此 凭什么借助生死远点 轮回转世 以至于魔佛这大人物 都找不到端倪 黄泉黑了一声 双眸似有血黄涌动 用一种沧桑古老的语气道 我从黄泉长河孕育而出 与他形同一体 但却不知生死远点存在 更不清楚他的奥秘 当真武以我为影 颠倒黄泉 找到生死远点时 你若是我 你会忍得住不跟着踏入 这是对本身的迷惑求解 也可能是我唯一的登陵彼岸机会 听闻此言 梦奇目光一灵 心头泛起了波浪 黄泉进入过生死远点 然后又从那里离开 真武大帝呢 他有没有离开 若是离开了 如今又身在何方 阿修罗石阻叹了口气道 忍不住 不禁忍不住 而且还会试图抢先 说到这里 他却实忍不住了 直接了当问道 生死远点究竟是何所在 藏着什么秘密 黄泉神情庄重道 众生皆知原始开天辟地 乃有诛天万界 各种玄妙 这样的描述没有错 但少了前缀 少了一句话 那便是 秉承于道 原始开天辟地 何为道 法之根 礼之母 德之源 我等万古追寻之事物 不可言论 不可描述 强计约道 天地秉承于他诞生 万物由此演化 而演化时 自有根脚所在 因此诸天万界 存在某些特殊之处 无比靠近大道 号称禁道之所 这些所在 连作为一切之始 创世之灵的原始天尊 最开始也无法掌握奥秘 阿修罗始祖陈生道 生死远点 便是一处禁道之所 黄泉还未回答 旁边的孟奇 忽然冷冷开口 原始天尊最开始 也无法掌握 换句话说 后来他掌握了 这才是黄泉之前 那番话语 最引人瑕疵的地方 黄泉笑了笑道 若不掌握 如何凝聚道果雏形 他没有继续往下说 转而道 生死远点 是一处禁道之所 西年的明海 也是 九重天最上层一室 类似的地方 只有寥寥几个 只是禁道之所 都仅贴近大道某个方面 各有偏颇 宛若盲人摸象 这一点上 九重天最上层 相对更加齐备 这便是九重天最上层的秘密 孟奇没想到 此行会听闻如此多秘心 一时念头翻滚 有种东西 似乎将要成形 掌握了这些奥秘 凝聚道果雏形 九重天最上层之争 佛祖曾经丈量九幽 各方势力都想掌控天庭 建立地府 如此种种 咕隆冒泡 主沸融合着 黄泉正带往下说 耳畔忽然又响起 孟奇的声音 掌握诸天万界 所有奥秘所有玄妙 是凝聚道果雏形的前提 黄泉与阿修罗始祖都愣了愣 前者是恶然 后者是不明白其中的联系 很快 黄泉黑了一声道 这不是明白着吗 秉承于道 哪有如今的诸天万界 虽然属于后天所有 但对他掌握越完善 反推的先天大道玄妙 才能更加接近 就像做一件事情 掌握的信息越多 才能越靠近真相 从另外一方面讲 掌握诸天万界的奥秘越多 彼岸大人物体内的真实界 才能愈发完善 逐渐发祥为另外的诸天万界 极致再无差别 过去未来 仙界九幽 尽在掌握 乃近大道 凝聚出道果雏形 到了这一步 才能谈得上摆脱后天种种 作俭求空 让道果彻底成形 原来这便是彼岸的秘密 刚渡过苦海 接触的半个道果 乃自身所属之道的凝聚 是真正的 无法描述的 道的某一方面 有识偏颇 仅是盲人摸象的 其中一部分收获 之后必须洞彻天地 丈量仙界九幽 掌握过去未来 将诸天万界所有的奥秘 道的所有方面 尽数了然 如此才有道果雏形 用最简单 不够准确的形容来说 就是从几条 大道至三千大道的过程 以求真正的道 不过这里面 肯定有黄泉没说清楚 或者他也不明白的地方 否则彼岸大人物 何必争来争去 奥秘语道理在那里 谁都能感悟 阴曹地府和天庭大地 也轮流执掌 想不到道友 竟知晓彼岸的秘密 等到黄泉说完 两久的沉默之后 阿修罗始祖才开口说道 黄泉含笑道 这都是听真武所言 我自身其实也不太了然 提到真武 孟奇当即问道 真武大帝 还在生死原点里面 嘿 他太贪心了 走得太远 几乎被大道同化 处在生不生死不死的 诡异状态 黄泉吐得诡秘一笑 等我重入原点 将他背出 与他这种状态的身体 合二为一 立刻就能纠战雀巢 踏出至关重要的那一步 而以我如今的实力 无法颠倒黄泉 必须请两位道友相助 他的目光里 尽是不怀好意 长久的交谈 似乎是为了等待准备的妥当 第七十二章 兴高采烈跳陷阱 黄泉话音刚落 以他脚下为原心 荡出了一圈又一圈的流离赤光 瞬间掠过净土 延伸向无穷远处 孟奇只觉圆满无落的身躯 像是被扎破了的热水袋 遭净土诡异 又坚决地汲取着力量 难以遏制 无法逆转 阵阵血黄雾气如同水波 荡漾往外 恢复赶不上汲取 只需十八夕的时光 这具身体的力量 就将耗尽 孟奇心弧如镜 念头转动 准确判断着自身状况 他旁边的阿修罗始祖 一时魔神泛红 荡出蕴含恐怖杀念 与战斗意志的赤霞 见此情状 黄泉哈哈大笑 佛祖丈量久悠 岂会放过生死原点 绕着黄泉长河的这九座十庙 便是为此而建 以往 我不明他们的奥妙 可他如果生死原点后 一切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净土之内 除了我所在的影子位置 每一个地方都在汲取着力量 以贯通九座十庙的对应净土 形成虚幻黄泉 以此牵引 将长河颠倒 打开生死原点 到时候 黄泉将死 出现的只有生死到人 在此先行 谢过二位道友相助 他不怀好意的语气里 有着掩饰不住的狂喜 此番刻意暴露行藏 外泄秘密 就是为了有强者追寻 以冲启动九座净土的力量 此乃念头发生 回荡于四周 并没有耗费多久时光 然而大笑结束后 黄泉却发现 无论阿修罗十足 还是那窃取了自己骸骨的小子 都一副平淡如水的表情 没有惊慕 没有恶然 也没有恐慌 看到黄泉凝重狐疑的目光 移到自己身上 阿修罗十足右手抬起 按在左胸 声音仿佛千百把盾刀 再刮着白骨 真武在九幽会受到削弱 我纵使依旧不如当年的他 可相差也不会太远 旁边这位道友的力量足以弥补 他竟然在为黄泉考虑力量够不够 打开生死原点的问题 而说话声中 他右手猛地一扯 像是撕掉了什么 整个身躯顿时膨胀 化作了比须弥衫还庞大 不知多少倍的恐怖怪物 他通体暗黑 常有九头 分成份怒相 色欲相 沙鹿相等 共生千只眼睛 密密麻麻 洞彻人心 让目睹者毛骨悚然 身躯则覆盖着一层血光般的火焰 深处全黑 幽暗如夜 九百九十只手臂花瓣般盛开 二十四根布满鳞片的巨腿 仿佛撑天神山 随着阿修罗十足本体一线 整座净土陷入了满是血腥味道的赤芒里 处处能见无头之躯 断壁残肢 四周魂灵汇聚 化作了一尊尊上古魔神之像 正是当初阿修罗十足所斩杀的那些强者 阿修罗一族 到了半神半魔的阶段后 每杀一条强大的生命 就会部分汲取对方的力量和执念 演化成户法利鬼 即使被灭 日后也能重新凝聚 故而他们杀敌越多 本身越是强大 自九幽开辟以来 征战至今的阿修罗十足的恐怖 不言而喻 厉鬼嚎叫声中 恐怖的杀念 与强化的战斗意志 横扫净土 贯通了朱戒 连接了他我 让无数身影凸显 传递来宇宙大海般的力量 让此地如化修罗场 战争与杀戮 几乎凝成实质 甚至有虚幻时光长河若隐若现 这样的力量还满意吗 阿修罗十足没有进攻 也没有防御 就这样简简单单站着 俯视黄泉 黄泉一时有些梦了 你 阿修罗十足九个脑袋 齐齐一笑 不是说了吗 愿者上钩 不怕被利用来打开生死原点 就怕连机会都没有 到时候 即使力量被汲取干净 也能感应生死原点的开启 从中参悟死亡的奥秘 若还能残留少许力量 更是可以跟随踏入 至于黄泉的灭口 那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事情 就像面对寿源将近的局面 对手如此配合自己的利用 黄泉反倒有些不适应了 扭头看向孟奇 只见他身周血黄雾气轰然膨胀 扩散满了天地 化作一条满是沉沦与死亡的滚滚长河 力量毫无保留和抗拒地传递给这方净土 见黄泉望了过来 孟奇副手轻笑道 不过一句黄泉化身 若能换来生死原点的开启 损失也就损失了 何况 牺牲的是你的骸骨 与我则是身外之物 如果可以在 丰都大地利用小吃货 进入生死原点前 先将那里探索一遍 汲取本尊力量的事情 孟奇微然不惧 谁叫自己是诸果之音呢 说到这里 他回首指了指净土入口 风趣说道 若我和阿修罗道友的力量尚不足够 我们还准备了一位小朋友 希望道友满意 声音未落 净土入口赤光一闪 血杀道人狼狈现身 力量被结界疯狂汲取 短短十几丈的逃脱距离 于他而严禁是天涯海角 阴谋利用的对手这般配合 毫无芥蒂 原本欣喜若狂 本心甚为的黄泉一阵迷茫 目标的达成 确实按照了自己的预想 但发展总有些不对 不是该愤怒咒骂 竭力摆脱 想要拿下自己 或逃出净土 然而却无功而返 只能眼睁睁看着阴谋得逞吗 眼前两个几乎笑眯眯的家伙 究竟怎么回事 还问自己够不够 念头分成间 黄泉压下了所有的怪异感触 双手分别泛出黑白之色 往下一压 互相纠缠 连成了阴阳异象 彻底驱动了净土 轰隆 虚幻响声当中 汲取出来的力量奔涌 跨过时光 灌入了下一处净土 轰隆 环绕黄泉长河的清徽石庙 一座接一座 发出剧烈阵战 一盏盏实至清灯 无风无火自燃 挥洒出温暖光运 哗啦啦 黄泉转世身 只见净土高空 出现了一段血黄之河 蕴藏生死 满是沉沦 流淌不休 一段段虚幻黄泉连接 真实的黄泉长河交相辉映 顿时引来波涛滔天 鬼哭烈云 哗啦啦 黄泉长河竟出现短暂倒流 虚幻血黄猛的凝缩 化作无色一点 至身至沉的死亡之意 从中弥漫而出 但又蕴藏着蓬勃生机 无色之点互有膨胀 似乎演绎为了诡异漩涡 黄泉转世身故不得灭杀力量 枯竭了绝大部分的孟奇 与阿修罗始祖 血杀到人 猛地飞起 投身过去 进入的机会 只有这短暂的几个刹那 第73章 生死原点 见此情状 愿者上钩 只求一线生机的阿修罗始祖 哪能放过这个机会 九头千眼的恐怖魔躯 瞬间焕发异彩 覆盖全身的火焰熊熊燃烧 空乏虚弱的感觉消散一空 透出不正常的强横 这个刹那 他运转秘法 视解半神半魔肢体 以残余受缘的飞快流逝 和身躯的逐渐瓦解 换来了力量的重归顶峰 不成功变成人 要么今朝死 要么从此活 暗红近黑的光影一闪 阿修罗始祖 已是紧随黄泉之后 投入了生死原点 幻化出来的漩涡 孟奇亦是如此 不顾黄泉骸骨可能破损 将每一根骨头内残留的力量 尽数压榨了出来 通体缭绕厚重浓郁的血黄雾气 以魔神般的姿态掠过长空 踏入无色 转为黑白的诡异漩涡 反正于自己而言 是身外之物 在他之后 赤霞刺破天际 血沙道人赶在漩涡收缩 远点笑顿之前的刹那 成功投将进去 因为有阿修罗始祖 和孟奇两位高个子 在前面顶着 他被净土汲取的力量相对较少 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准 无需施展神通秘法 摧残自身血肉魔躯 诡异漩涡冰冷又温暖 孟奇只觉 自身仿佛穿透了混乱的时空 周围时而沉宁 时而飞逝 时而置缓 时而汹涌 这样的感受变化连练 孟奇几乎难以衡量 自身经过了多少个刹那 不知不觉中 他的黄泉真身一阵 摆脱了混乱的感受 真正进入了生死原点 生死原点会有什么事物 没有事物 准确来说 没有眼睛可以看见 耳朵可以听到 皮肤可以感受 精神可以触及的事物 外界所有的概念 所有的认知 在这里都不复存在 颜色是什么 声波是什么 神识是什么 方向又是什么 后天而生 依赖于经验见识 依赖于肉体神通的概念 和词语 怎么能描述这近道之处 但孟奇此时有微妙的感受 自身受缘飞快流逝 躯体与意识 再不可逆转地 往死亡狂奔 他不慌不忙 就有的认知模式 潮水般退去 结合感受 重新进行了构建 轰然之间 周围再也不同 虽然依旧眼睛看不见 耳朵听不到 皮肤与精神一感触不了 但能品味出某些抽象的东西 冰凉 安静 无声 冷酷 空荡 寂寞 沉郁 痛苦 黑暗 死意 这些词语环绕于孟奇深周 以奇特的规律进行着组合 让他的生机逐渐暗淡 这是一种描述上的寿源消逝 死亡靠近 没有实际的力量 因此 孟奇再是运转黄泉海骨 目前的神通手段 也无法阻止 无法逆转 只有骨头的漆黑 感应着这些抽象的东西 自身变化 往死亡的真意靠近 而里面蕴藏的白色生机 逐渐被排除 被消灭 这便是靠近大道的死亡本质 孟奇不敢于此久留 根据最简单的判断 往着旁边顿走 只是几个刹那的功夫 他顿时像从寒冷水池 跳入了温泉之中 舒畅地差点大叫一声 温暖 热烈 蓬勃 活力 热闹 愉悦 光明 生动 力量等抽象的概念 像是具体事物般涌现 生死原点 生死原点 有死便有生 孟奇深吸了口气 身体的寒冷退去 寿源以描述性的方式 逐渐充盈 身躯焕发活力 满是蓬勃生机 之前被压榨干净的骨头 再次充实有劲 海骨内蕴藏的白色光彩 渐渐浓郁 隐约凝聚出模糊道文 先是回复了之前黑白流转的平衡 但渐渐压制死亡 压制海骨的漆黑 不愧是生死原点 近道之所 光是置身其中 意识便能感受到 生与死的实质真髓 大有领悟 而且自身修炼的对应功法神通 会依据外界抽象 自然而然演化 靠近他们 得到让人惊喜的提升 越是深入 这种变化 怕是越接近生死之道 孟奇心生感慨 然后发现了不远处的 阿修罗始祖 与血杀道人 他们非生死原点之物 自能被后天感应 阿修罗始祖像是酒皮之身 终于浸泡入温泉放松 千只眼睛舒服地眯起 魔去掩饰不住的腐朽衰败 但他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缭绕深周的护法凶灵 冒着阵阵清烟 逐渐模糊透明 根据对于魔神之相的实力强弱 一个接一个地消失着 血杀道人脸露喜悦 先是充盈了生机 接着跳入附近的死亡 抽出了一口 由无数眼睛与血管炼成的杀剑 条条血光如动 争鸣四重 直指眼睛睁开 尽是惨力于死亡 他们依据外界抽象的事物 逐渐改变自身 凝聚模糊道文 淬炼升华着死意与杀鸡 这出身于明海地界的邪神 抓住机会 与生死原点炼己炼剑 道有得偿所愿 可喜可贺 孟奇看着阿修罗始祖 微微一笑 又跳回了抽象的死亡所在 黄泉长和死中运生 生中藏死 两者处在微妙平衡 以此贯通九幽与万界 带来生与死的变化 因此 若是让死亡太胜 或者生机太浓 都会打破这具海骨的平衡 让他失之偏颇 孟奇只好提升一阵生之真髓后 便回到死亡 轮流淬炼 交替提升 保持着平衡 而这样一来 他说不定能借助生死原点 将黄泉海骨 淬炼成神兵 或者法宝 并突破本来的传说限度 达到造化 至于抽出生死原点 以他和黄泉海骨炼制宝物 孟奇还完全找不到头绪 阿修罗始祖腐朽的苍老不负 轻笑一声道 果然值得拼一把 黄泉呢 孟奇又跳回了生的这边 阿修罗始祖道沉吟了一下道 他熟悉此地 怕是已然深入 不与我们纠缠 争取尽快拿到 处在诡异状态里的真武躯体 孟奇想了想到 那老夫也深入试试 说话间 他跳入死亡 开始朝深处进发 所谓的深处 便是抽象感受更加浓厚 也更加不可捉摸的地方 生死交替地行了一阵 孟奇发现 阿修罗始祖 与血沙道人都跟了上来 心头竟忍不住感叹了一声 他们太贪心了 得到的好处已经足够多 结果还想深入 基于尽到奥秘 与真武大帝的躯体 也不想一想 能和自己比吗 自己就算损失了这具骸骨 损失了愤出的意识 也顶多反噬本尊 遭受持续一阵的伤势 完全不损根本 而他们若是失败 那就万劫不复了 生死好了伤疤忘了痛 当然 若不贪婪 也不是邪神与邪魔了 即使再有灵智 再有理智 不到西年天杀道人的境界 他们也还是会受到 天性的一定影响 右行一阵 前后忽有汹涌之意 孟琪眼前一亮 看到了一记黑白交织的闪电 半是抽象 半是实质 生死轮转 恐怖非常 猛地打向了自己 此乃尽道之伐 这并非有什么意志在主持雷伐 而是自然的反应 就像打一拳墙壁 必受到墙壁相应的力量 深入生死原点 靠近大道 也就有对应的反弹 随着深入的程度 而威力逐渐提升 孟琪深周血黄之物膨胀 半边透黑 半边显白 随着他屈指连弹 嗖嗖嗖化作 数十道浑浊剑气 迎向生死轮转的闪电 啪啪啪 浑浊剑气首尾相连 化作了黑白土图卷 与闪电同时消弭 而阿修罗始祖和血沙道人 一抵御住了这一波的雷伐 继续往前 孟琪呼的感觉不对 下意识就停顿于原地 他发现 不仅仅黄泉海骨 在随着抽象的死与生演变 凝聚模糊道文 自身的意识 自身的分神 同样也在 换句话说 若深入到一定程度 自己的分神与意念 将被同化为 尽道之死生真髓 再无任何主观念头与想法 这便是所谓的真武大帝太贪心 走得太远 几乎被盗同化 就在这时 他们看见了前方的黑袍身影 黄泉转世身 通体覆盖黑白阴阳于 正飞快深入 然后 他停了下来 身前是一具盘坐的躯体 黑色滚袍 平天之冠 面容青渠 双目紧闭 正是真武大帝 但他四生四死 非生非死 没有半点灵动的意念 沉沉郁郁 哈哈 你们若敢靠近 必将被盗同化 就连攻击也是 黄泉回头大笑 撞击得意 熟悉此地的他 早就做好了准备 这才敢靠近真武的躯体 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 正因为如此 他才没有趁孟奇等出入生死原点 立足未稳的机会 杀人灭口 笑声之中 黄泉转身 右手探出 按向真武大帝的头顶一弯处 这时 真武大帝处在生不生死不死的躯体 突然睁开了眼睛 双眸凸显一抹紫色 第74章 真武一见 一抹紫色绚烂 竟将只有抽象概念的生死原点 染上了色彩 美得仿佛梦幻 黄泉瞳孔剧烈收缩 宛若真肩 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真武 诈尸了 还是说他与自己本性灵光之内 留下了什么诡异难查的事物 没有别的作用 只是建立微妙联系 一旦靠近他的躯体 就能将他从生不生死不死的莫名状态里唤醒 拉扯出来 刹那之间 黄泉念头分涌 种种猜测浮现 而他 则更倾向于最后的推断 当初 真武乃上古武帝之一的黑帝 道门九尊里的荡摩天尊 纵使在急切于生死原点深处的进道玄妙 以求渡进苦海 登陵底岸 又岂会被贪心蒙蔽理智 犯下致命错误 走得太深太远 无奈被道童话 他敢这么做 那必然有着后手 能让本体摆脱困境死地的后手 而当初被他制住的自己 在不知不觉里着了道 印下微妙联系 实在太正常不过 于是彼时不敢靠近 他被道童话的自己 历经千辛万苦 转世轮回 做好充足准备归来后 恰好成为了唤醒他的影子 念及于此 黄泉甚至有一种怀疑 真武大帝是故意布局 被道童话 以冒险体悟生死玄妙 他应生不生死不死的诡异状态 为如今苏醒奠定彼岸之机 自身则成为了他的一枚 至关重要的棋子 思绪百转千回 黄泉亦非凡俗 此时此刻 种种杂念排除 明白自身只有一线生计了 那就是在真武大帝 彻底摆脱诡异状态之前 以汉不畏死的意志 抢先摧毁他的真灵 占据他的躯体 杀 面对真武大帝 犯着绚烂紫色的双眸 黄泉不退反进 右手握成龙爪 转为漆黑 流动白芒 直直抓向 荡魔天尊的泥丸弓 嘶嘶血黄激事而出 宛若尖利指甲 满是沉沦之色 尚未临近 真武头顶的平天观 便染上了死亡之色 根根乌发随风飘落 寸寸凋零 远远看着的孟奇 阿修罗始祖和血沙道人 先是短暂的震惊错愕 旋即起起转身 疯了般往外顿逃 他们没办法靠近真武躯体所在之处 就连神通手段亦会被同化 刚才若飞黄泉有特意准备的护身宝物 恐怕他的声音 和真武身躯的影像亦不能透出 因此 面对真武大帝的诡异苏醒 根本打不到对方 影响不了周围的他们 留下来又能起什么作用 只能逃 必须逃 不得不逃 刚有转身 梦气眼角余光 忽地看到 真武大帝抬起了右掌 屈指成剑 往着身前就是一滑 刺啦 这不是梦气听到的声音 而是感觉到的抽象形容 然后就见至深至暗至优微的剑光迸发了 视线里再无他物 剑光瞬间笼罩所有 冰凉 安静 无声 冷酷 空荡 寂寞 沉郁 痛苦 黑暗 死意等抽象感受 开始崩解 温暖 热烈 蓬勃 活力 热闹 愉悦 光明 生动 力量等描述形容飞快泯灭 梦气到立幻化的锦袍无声消失 血肉融化 露出黑白流转 生死交织 弥漫血黄雾气的猙獰海骨 海骨每个关节处都有尖刺突出 但见光之中 它们像是冰雪遇到了炎阳 刹那蒸发 布满了模糊道文的骨头 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裂缝 碎出了诸多残片 残片又化为飞灰 更为恐怖的是 那交织于海骨内的生死之意 和模糊道文 亦在削减 这个时候 梦气甚至有一种纪元终结 大到崩灭 万事万物 再无存在的感受 因此 它分神化念产生的意志 亦似乎被无形火焰焚烧 被无数剑盲搅拌 若非还有黄泉海骨抵挡于外 怕是已然凋亡 在它的附近 九头千眼 手臂如花盛放的阿修罗始祖 亦被置身至暗直幽微的剑光笼罩 似乎化作了冻结于琥珀内的蚊虫 难以动弹 庞大恐怖的身躯寸寸瓦解 熊熊燃烧的火焰逐渐暗淡 走向西面 环绕身周魔神之像 护法凶灵无声惨叫 急速消散 恢复了巅峰状态的它 竟然也挡不住真武大帝这一件 当然 亦有此地乃生死原点的缘故 除了冰冷堕落的死亡 还有蓬勃光芒的生机 它无法向置身九幽斑 得到完整加成与提升 与本身的最强战力 还是有着明显差距 而血沙道人更是不堪 仿佛被凝固于了时空里 那口得到淬炼的死亡杀剑 模糊道文灵散 剑刃与剑柄裂痕浮现 邪神之躯则开始透明 不断滴落血珠 至于首当其冲的黄泉转世身 连惨叫都来不及 便土崩瓦解 不仅血肉无寸 便是修炼出来的道德法理 亦彻底消亡 再无痕迹 孟奇意识开始模糊的同时 心里泛出了一声叹息 这一剑是节天气剑 这一剑是道灭道上 自己曾经在真武恶念手中体验过 想不到今时今日 又被真武大帝劈了一剑 此剑之威 甚至有当初 清帝登陵彼岸前几夕的感觉 正当孟奇打算自行散掉分神意识 免得本尊遭受的反噬更甚时 忽然感觉到了一阵温暖 连大道都会被斩灭 被崩解的冷库毁灭里 竟然藏着若有肆无的温暖 这仿佛冬日的暖阳 冰天雪地里的火堆 爬山高峰后的一根烤肠 让人阳气充沛 万邪不清 孟奇都为之清醒刹那 不对 这不是纯正的道灭道上 他念头电传 把握住了其中的异常之处 准确来说 剑法确实是节天气剑之一 确实是道灭道生 但真武大帝用来推动这一击的力量 非是与剑法融洽异常的自身之力 乃另外的力量 不是说别的力量不能遇使道灭道生 而是这力量太过极端 治阳无音 治刚无柔 以至于与道灭道生的前半段真髓有所矛盾 于是出现了一线生机 出现了躲避的可能 孟奇心头一动 抱着剑是一番完整道灭道生的想法 蜷缩分神意志 藏入了这若有肆无的阳和之感里 剑芒还在搅拌 剧痛回荡在孟奇神石里 但他并除了种种负面感受 强自支撑着感受剑法 悄无声息里 黄泉海骨支撑到了极限 轴身蕴含生死之意的每一根骨头都化作了碎片 模模糊糊的道纹被拆散 被分解 孟奇的意识 若非有那一丝温暖覆盖 肯定已然归于冰冷的幽暗 就在这个时候 万物一灭 大道一灭 见光斗转 暗中生光 死中运生 阴阳分化 生死再成 要将先前消磨的躯体意识等化为自身之道 刹那之间 孟奇扶置心灵 智慧闪光 跃出了温暖 将己身意志 遍及黄泉海骨破灭 产生的无数碎片 和遭遇分拆瓦解的道纹 然后 他借助道生之意 依靠心生蓬勃之势 重新揉合起海骨碎片 道道光芒迸发 似黑似白 非黑非白 见光奔腾 那无数碎片再次聚合 一个个被分解的道纹互相吸引 自行演变 化作了原本的模糊又玄妙之态 孟奇竟然想趁真武大帝的道灭道生一剑 以黄泉海骨为基 以周围生死道纹为根 炼制绝世神兵 一个个道纹落下 碎片光芒愈发鼎盛 他意志近乎枯竭 仅能勉强借着见识而为 黑白凝聚 光芒翻腾 那无数黄泉海骨碎片 在这一个个道纹 猛然收缩 疯狂吸取着 周围重新出现的抽象概念 汲取着孟奇参与的意识 行将昏迷之际 孟奇感觉到了周围的震荡 见光已静 而黑白飞腾 幻化出了一张 阴阳于交缠的图卷 生死之意分明 又彼此蕴藏 竟有几分生死步的感觉 此乃绝世神兵铸就的意象 若非在生死原点内 在九幽中 当会昭告天下 意象收敛 黑白坍缩 一个漆黑 又泛着丝丝白光的宝轮 出现于了孟奇眼前 臣服在抽象的描述里 弥漫着淡淡血黄雾气 执掌诛天生死之轮 孟奇游进灯窟的意识 泛起笑意 虽然不是彼岸至宝 但这诸天生死轮 亦是造化之物 自己已传说的境界 竟炼制出了造化级的绝世神兵 若非机缘巧合 真是绝无可能 这个时候 生死原点里 阿修罗始祖消失了 血沙道人消失了 黄泉更是连痕迹都没有了 至于真武大帝 至于深处 又没有黄泉护身之宝 自己根本看不到 他如今的状况 血沙道人和黄泉 都彻底泯灭了 阿修罗始祖 倒是抓住了那一丝温暖 逃出了生死原点 不过受创致重 虽然有了受缘 但也难赴就关 真是贪心惹的祸 孟齐尘撕了一阵 见生死原点深处没有异动 念头电转 竟然直接散掉了分神 将诸天生死轮留在了这里 诸天生死轮与周围异常融洽 渐渐消影 仿佛也化作了抽象的描述 第75章 准备之事 清晖十庙的净土之内 生死原点幻化的诡异漩涡 已然消失 一切恢复了平常 菩提避瘁 灵犬勃勃 婆罗花开 宁静又祥和 忽然 血光一闪 暗红静黑 庞大身影徐徐勾勒而出 正是顿出了生死原点的阿修罗始祖 他分持愤怒像 杀戮像 色欲相合毁灭像的九个头颅 消失了足足六个 千只眼睛残余不过三百出头 还有近半空洞无神 流着血黑浓水 如在啜泣 而深周像是花瓣般 盛放的999条手臂 已显得稀稀拉拉 24根覆盖灵天的巨腿 参差不齐 光是外相 就异常凄惨 以其境界 和半神半魔躯体的血肉衍生之能 竟看不到蠕动恢复的迹象 似乎失去的部分 永久失去了 真武进到了这种地步 阿修罗始祖 忍不住暗叹一声 虽然有生死原点 对自身的加成 不如久悠的关系 但连真武一剑都挡不下 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颇有种蹲在深山修炼一甲子 武功终于大成 试图踏入俗世呼风唤雨时 却发现 挡不住预想中敌人的随手一击 阿修罗始祖收束伤口 保持着凄惨的模样 引入净土 悄然等待 许久之后 他才确认 只有自己生还 伤势严重没关系 活着就好 阿修罗始祖整顿情绪 离开了这方净土 如此严重的伤势 或许永远都难以痊愈 让自身无法再现上古时的强横 他会实不存意好 至少感悟生死之道后 自己收益匪浅 而且受缘异变的充盈 到时候 怎么都能有个七八分水准 而且日后若有机缘 未必不能让伤势禁付 比如再入生死原点 戒生之意疗伤 离开净土 回到清辉十庙 他随手一挥 熄灭了清灯 心头呼得闪过一丝感慨 那位道友只是损失了一句黄泉化身 比我好多了 能在进入佛祖残留净土 和生死原点后 还能保持联系 与控制的化身可不好炼制 真实界中 昆仑山玉须宫内 随着分神的自我消散 盘坐云床的孟琪 呼得睁开了双眼 让一世幽暗消散 复归明镜 与此同时 他两手伸出 连连结着玄傲硬法 体内多元雏形跟着运转 渐渐分化阴阳 与掌心各自迸发一黑一白的光芒 光芒凝聚 随硬法而变 扭曲拉伸 成了一面黑白骨镜 正是原始九印里 阴阳印的巨线 在生死原点淬炼黄泉海骨 感悟生死之道的皮毛后 孟琪当然得到争分夺秒 将所获化成所得 融入自身五道神通里 而阴阳印便是包含生死 刚柔等概念的印法 从赤金子阴阳镜 一面照人死 一面照人活 可见一斑 黑白骨镜并未稳定 在孟琪印法变化 连连打出黑白鸿光的激发下 正面与背面皆有蠕动 换生出一个又一个诡异的符号 渐渐凝聚成模糊的道文 这些道文一一落下 像是画作了古镜的明文图案 衬托的镜面愈发深邃 到了最后 孟琪两掌一合 将所有黑白鸿光与古镜 按在了一起 双手松开 古镜飞出 四须四时 一面圣洁剔透 纯白蓬勃 映出生之意 一面漆黑幽暗 寂静寒冷 照入死之水 已然有别于赤金子的阴阳镜了 但玄妙略差少许 古镜消散 归入法身 孟琪神情变得悠闲 颇有自得之乐 将诸天生死轮留在生死原点 是自己最后布下的妙者 真武大帝若彻底苏醒 那便是彼岸有望 肯定看不上他 不怕被拿走 而一方面 诸天生死轮能记下周围变化 让自己再次拿到手时 可以略亏真武之秘 另外一方面 则是那里发生的事情 连彼岸大人物都不能直接召见 瞒过丰都大帝不成问题 将诸天生死轮藏于该处 可以作为后手 若对方心怀歹意 关键时刻必能派上用场 有状态诡异 能够出手 而自己提前知晓 此事的真武大帝 有隐藏于生死原点抽象之意里的 诸天生死轮 孟琪对丰都大帝之事 又多了几分成算 哪怕实力不比对方 亦有着一定圣机 他再强 能强得过 能展出惊天一剑的真武大帝 能防备得了 可以有限度引发原点共鸣的 诸天生死轮 当然 丰都大帝神通广大 实力深不可测 孟琪不敢有丝毫小事 仅能尽量准备 提高希望 同时 将诸天生死轮 留在原点之内 等于为本尊建立了一个 不被消磨的倒标 不再需要颠倒黄泉 才能打开原点 只要力量足够 依靠诸果之音 就可以直接激发 重现入口漩涡 而小丧闭关结束时 肯定练化了先天之德 传说有望 为了防止金黄察觉 隐蔽此事 确保万一 再没有比生死原点内自证 唯一更加合适的选择了 为什么要炼成一口宝轮 而非自身缺乏的 配对绝刀之剑 亦则因为 炼制绝世之物的材料 本身有一定灵性 有最适合它的几种形态 仅能从中选择其一 蕴藏的大道真意 亦是如此 就像顶 尺 静 中等器物 都各有一定内涵 承载着相应道运 最好不要乱用 非得制造想要的形态 需极强的掌握之力 当时的自己 显然不具备这点 二则诸天生死轮 非为自身战斗锁链 除了防备封都大地 更多是为师父玄碑准备 没有皇权的贯通 没有生死道运的加持 他的地藏净土 没可能突然膨胀成 阴曹地府 让自己可以一窥彼岸之密 故而将诸天生死轮 流于原点 亦是为了瞒天过海 等待着秘密 给予师父的机会 作为佛门正的 地藏精神的罗汉 拿宝轮显然比拿剑要适合 更贴近慈悲怜悯 度尽地狱之意 念头稍油转动 孟奇便将此事 压入了星湖深处 壮似一望 免得被窥出蛛丝马迹 此时 和睦与芳华迎接一回山 各有敬意 白齿干头再进一步 孟奇正带着他们过来续话 讲到说五 忽然心中一动 目光透过屋顶 望向了苍天 只见异象生成 仙界虚影浮现 九重天层次分明 源头正是喜剑阁方向 苏钱被总算迈出了这一步 孟奇欣喜愧叹 原本预计比自己 更快自证传说的他 甚至落到了斗逼大哥之后 仙界横空的意象之后 高空凸显出一颗颗星辰 璀璨密布 但只是占据的部分夜色 然后一道辉煌凛冽 剑光自吸而起 将它们尽数贯通 绘成了一条灿烂银河 银河水波荡漾 竟有几分虚幻之感 如同静静流淌的时光长河 见惯星河的意象 苏钱被不仅对昊天静 对东皇中 亦有了一定体悟啊 方华营 面对两位毕恭毕敬的弟子 孟齐微微一笑道 和睦 为师手输了一封贺文 你替我送到喜剑阁 祝苏前辈自证为一 说话间 他手头紫气翻动 黑白留霞 凝成了一封贺文 神兽仙情交织于上 气象恢弘 弟子谨遵失命 和睦好奇结果 但亏不出这贺文究竟有何神意 目光望向方华营 孟齐点头道 于半山与齐锦绣游历皆有所得 不如玉须名声 也让他们归来 正式列入门墙 如今广成师兄 文书师姐等都还活着 自己收拾二个弟子 分别赐予玉须十二金仙道号的恶趣味 只能埋葬在心底了 看着和睦与方华营 各自领命离开 孟齐又守时指倾弹左手守背 想着接下来修炼之事 投影万界宇宙 直至能自行生成 是水魔功夫 没有取巧办法 难以太节省时间 而丰都大地之事 未必会等多久 嗯 玉须宫古井内通向的特殊宇宙 藏着彼岸之秘 不知能否有助于此 反正自己不招惹 有了独立意识的原始投影 便是第76章 诡异的封印 思绪几个起伏 孟齐已然下定了决心 不管如何 试一试总不会错 当今状况 因为清帝渡进苦海 成为在世间行走的唯一彼岸者 各方势力不得不消停 自末节开始以来 总算有了相对安稳的环境 而且似乎能延续很久 直至其他彼岸者 都得有居安思维的心态 不能因此而放松 降低对自身的要求 防止各种意外的发生 比如 已能透出少许气息的魔佛 暗中策划阴谋 比如 封都大地界生死原点之事 不怀好意 比如真武大地状态诡异 力量莫名 恐有变数 更为重要的是 苦海中臣服的清帝 只有一个目标 那便是登陵彼岸 而如今 他已经正的菩提 必然会冒出别的诉求 如此一来 他对天庭 仁皇 九幽和阴曹地府 会不会有自身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 是否又能与自己 大哥等人的利益重合 虽然自身有助他正道的因果 但不可能管得太宽 消耗人情 则总有因果两清的一日 归根究底 清帝的想法已是天意 而天意自古高渺难问 世间修行者唯一能做的 便是尽快提升自己 争取有朝一日跳出棋盘 成为天意 顿光一闪 梦其跃入无穷高处 看到了古老辉弘 威延深远的玉须公 看到了环绕他的三十六口古井 玉石栏杆正映照幽光 闪烁着深邃 眼中凸显到一流离灯 诸果之音结合玉须神算 飞快运转 梦其双眼黑白流光 最终定格于了其中一口古井 从这口古井踏入 将避开已有独立意识的原始投影 以自己如今的境界实力 虽然并不惧怕他们 但也犯不着做无谓的争斗和杀戮 一步迈出 梦其投入古井 眼前漆黑浮动 幽暗漩漩涡 时空混乱 恐怖暗生 不知通往着何方面的险境 拿出古老宇宙 正当他穿透重重虚幻帷 来到一方宇宙时 身躯突然被佩然不可抗拒的犀利 拉入了诡异天地 与沉睡的 难以描述的先天神灵 合二为一 整个过程像是天地开辟 纪元终结般理所当然 仿佛大道锁定 以梦其诸果之音的神意境 也只能配合 当然 不是他无法斩断这种融合联系 而是在刹那间便有所明误 这先天神灵 乃此界的原始投影 在原始天尊 消失后 始终未能产生独立意识 处在了沉睡状态 自己只要踏入这方宇宙 就少不得与他发生联系 自然而然将他吸纳 化作本身他我印记 如果不想这么做 唯一的办法 便是不入此地 梦其周围道道身影浮现 创世梵天等他我形象相继而出 刚才的先天神灵 凸显于其中 他确实是这方宇宙的开辟者 是万物之始 并且战胜了其余彼岸的投影 掌控权了然宇宙所有细节 背负着天地的沉重 这些信息化作庞杂恐怖的洪流 随着他我印记的吸纳 涌入了梦其脑海 若非他以自证传说 肯定会被直接爆掉脑袋 无法承受 这比天文数字还天文数字的 疯狂信息流 由是如此 他也花费了许久的功夫 才将它们纳入自身掌控 刚做完这一切 梦其突然轻轻疑了一声 根据部分信息流 以及周围漆黑无星 时光缓慢如智的状态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之前的原始投影 如今自己的他我印记 处在被封印状态里 以至于仅能略微感受 无影宇宙的点点滴滴 无法传递半分力量 他似乎被关了小黑屋 原始投影 在玉须宫古井通向的封闭宇宙 被关了小黑屋 梦其抽动嘴角 感觉事情有些异常了 难道是哪位彼岸大人物 趁原始天尊消失于世间的机会 渗透了影响入内 准备逐步夺取掌控权 而由于原始投影处在沉睡当中 纵有庞大力量 以轻松被封印 类似的宇宙都与外界隔绝 本质接近真实界 不是那么容易渗透 彼岸大人物没彻底苏醒前 能做的事情也不多 梦其病除各种情绪念头 冷静思考着 也就是说 我有足够的机会阻止对方的图谋 解开这巧妙到极点的封印 同时借助这种碰撞 亏见彼岸者如此争斗的真正目的 他已经试探过封印 本质并不强 可却神奇地与整个天地勾连了起来 若想破解 要么找到关键 要么直接毁掉这方宇宙 相当棘手 当然 这封印是隔绝原始投影 所以无法阻止梦其离开 但他每一次踏入 都会是封印处 无法绕开 梦其盘腿坐于漆黑封印里 眼眸闪过一道道信息洪流 开始寻找封印 从何时开始 过了一阵 他发现 封印以此地时光长河为根 仿佛在天地开辟之处便出现 直至宇宙的终结 但是换了方向 探求最初不好的变化 或不在掌控中的变化 来自哪里 这方宇宙的过去种种细节 竞数符陷于梦其心头 绝大部分未来 本该因此而明晰 但在某个关节处 有诡异变数凸显 扰乱了命运的长河 让支流纷纷混乱 如今正在演变 似乎要出现某些不好的可能 变数仿佛一点光亮 照彻梦其眼眸 宇宙影像局部放大 从何系至星系 从星系至恒星 从恒星来到某个星球 是那里 梦其双眼闭上 渗出不带力量的意识 投向了那里 看能否找到解开封印的关键 此处封印虽然巧妙 但终究没有绝对的本质力量 而且自己是外来变数 比之前的原始投影 恰好多了意识 不在原本涵盖 故而可以瞒天过海 渗透少许 唯一的问题在于 这样的意识毫无力量 意识靠近 此地相关的所有信息一一浮现 只有被变数扰乱的部分难以感知 梦其略作思量 寻了地位非凡 但早就作画于深山老林里的云集道人 占据了他力量消散 但还未曾腐烂的躯体 细雨纷飞 长街水洗 天地昏暗 乌云密集 一乘马车驶入京城 停在了某个巷子口 门飞打开 走下了一位黑袍道士 他容貌轻渠 没有撑散 举目望向高空 漫步于点点滴滴当中 来者正是化身云集道人的梦其 宫城深处 电阁重重 一道身影 看见千云成旋 仿佛形成了通往九幽的大门 语气沉重道 陛下 天术有变 一座普普通通的院子内 暗处藏着警戒 乡房内则有十几位 或道人打扮 或平民服侍之人 父皇灭道悔观之心 瞬间 孤不得不假装附和 否则立刻就会被打入天牢 各位道长和大侠 恐怕得暂时掩气息鼓 避开风头 一位留着美然的三十多岁男子叹息道 旁边有位道人正在说话 房内秃地安静 一道道目光齐刷刷地望向了外面 望向了院门 有个黑袍道人正沐浴雨露 闲庭信步般靠近 丝毫没有掩饰自身的形藏 云集道长 一位胡须斑白的道士 皱眉沉声 云集道人 其他人互相看了一眼 皆是狐疑 这可是道门前辈中的前辈 早就出世入山 不知所踪 今日怎得突兀冒出 在这重要关头 称姑道拐的男子使了个眼色 带着几人退入了厢房密道躲藏 其余人等打开大门 迎入院中 只见那容貌轻取的黑袍 倒是步步行来 毫无迟疑 可是云集前辈 胡须斑白的道士 连忙问道 孟齐微微一笑 老道夜观天象 见到门危在旦夕 故特意入室 前来相助 这时 一位脸庞红润 威严自生的道士轴眉道 前辈年纪老迈 功力怕是大不如西了 身为高手 他自能看出 孟齐脚步虚浮 没有一点五道傍身 这是来帮忙 还是添乱呢 孟齐含笑看着他 李仲康倒有事吧 你昨晚辗转反侧 几次遇向朝廷自首 但都止步于门边 可有此事 李仲康先是一愣 玄机惊怒 你胡说八道 他的心里却有一种 难以遏制的恐惧 通体犯出良意 当时自己确实有犹豫之心 但没有自言自语 也未曾与人交谈 看起来只是辗转反侧 来回踱步 相当正常 他竟然能道出 自己内心隐藏的念头 这简直非人如妖 李仲康 经失藏天官官主 能呼风唤雨 招射雷电 曾经有望成为当朝天师 但功亏一篑 如今偷养着两房小妾 但没有子嗣 因为年少时损了根本 患上影集而不自知 关于李仲康点点滴滴 尽数浮现于梦琪脑海 在他眼里 对方毫无秘密 此地所有倒是侠客亦然 身为肩负宇宙沉重的创世神 降临凡事 便如走入了自身写的书中 知晓每个角色的过往秘密 和大概命运 只有那变数相关难以测知 七年九月 当今天子 有得到过什么 不同寻常的物品 没有理会李仲康 梦琪问出了一个 奇怪的问题 第77章 道书 七年九月 当今天子 有得到过什么 不同寻常的物品 兮兮丽丽 雨点飘飞 四周青砖如洗 水汽钻入了一位位 倒是与侠客的鼻中 而莫名其妙的问题 回荡于他们的耳畔 眼目交接 面面相去 一张张脸孔 露出了茫然的神情 如今是太康十二年三月底 谁能知道 或者说 记得五年前的七月 当今天子 得到了什么特殊物品 尤其那一年 并无什么大事发生 梦琪先是以出其不意的反问 打乱了众人的狐疑 接着依仗云集道人的辈分 让在场诸位不敢再次 悄然拿到了院子内 气场的主导权 如此方才问出 七年九月之事 然而结果并不满意 那变数发生作用的重要节点 竟烟灭于了历史当中 念头转动间 他正要继续发问 却听见乡房内 传来了一道 和煦又威严的声音 真人不愧到门先贤 竟然能于 纷纷扰扰的局势里 察觉泰康七年九月的异常 梦琪忘了过去 只见一名留着美然的男子 龙行虎步而出 与其沉缓道 自父皇与太师抱起发难 于祭天大典时 击杀了许天师 姑就在苦苦思索一件事情 为什么明面上 才三节与四节的 他们会突然实力暴涨 迈过重重关爱 分别拥有了 六节与七节的境界 以至于横压当时的 许天师惨死当场 经过孤多年的调查 结合父皇灭到新佛之举 总算找到了蛛丝马迹 在泰康七年前半段 他和太师 确实只有三节与四节的实力 但那年九月 有位无名僧人 秘密敬见了父皇 到了十二月 有位妃子私下透露 父皇彼时 已有四节水准 据孟琪所知 这方宇宙的修炼方式 乃淬炼魂魄 打磨肉身 到了一定程度 便能迎来雷劫 而每度一次雷劫 则实力出现极大提升 尤其七节式的关口 会出现本质蜕变 故而 此地常以几节来描述高手的境界 当初道门许天师 以七节真人的实力 镇压着道门气韵 威慑着天下妖邪 乃货真价实第一高手 随着他的生死 道门顿时轻颓 遭受打压 连李仲康这等三节真人 都差点成为当朝四大天师之一 发展到现在 更是成了灭到新佛的局面 九王也能窥见此事异常 为师不义 孟奇轻轻汗手 仿佛在肯定美然男子的描述 原来 是一位无名僧人 会是哪位的意志显化 九王顿步 停于孟奇身前一丈处 诚恳道 真人能肯定 父皇从那无名僧人手中 得到了非比寻常之物 孟奇须发失路 副手一笑 虽然老道道横浅薄 但此事不会推算错误 甚至可以肯定 当今天子与太师实力突飞猛进 又能瞒过各位道友屡度雷杰的关键 正是此物 只不过一直算不分明他 究竟是什么 孤可以试着查一查 九王臣思点头 能助人突飞猛进 和度过雷杰的绝世奇珍 两者的对话 听在李仲康等人耳中 先是云山雾绕 不明旧理 接着有所恍然 震惊于心 如今局面的原权居 然要追溯到太康七年 原本因为孟奇脚步虚浮 全无武功和法力 他们渐渐将信将疑了 或许不是对方实力差 而是太高深 以至于反扑归真 自己等人 完全亏不出具体情况 据说云集真人入山离世 便是为了度过第七次雷杰 求得一线生机 有劳九王爷了 孟奇打了个棋手 连着脸色一正道 半个时辰内回到宫城 否则必被怀疑 九王正待说些什么 耳朵呼地抽动了几下 然后脸色微变道 多谢真人提醒 羽霸 他领着几位随从 大踏步离开 竟没有半点犹疑 孟奇转过头 目光扫过李仲康等 道士侠客 似笑非笑道 诸位道友 今晚切记返回本身居所 若有重要事物 要带走 有清卷弟子 要通知 尽量赶在有识之前 另外 天黑以后 不要靠近南城 说完 他迈步往前 越过人群 静止走入乡房 留下一句话语回荡 老道今晚诉于此处 在场诸重人 是当前京城道门势力的 中流砥柱 虽然历经几次清洗 已无四节级以上的高人 但都至少度过了 一次雷劫 身具神通道法 与强横肉身 放到江湖里 那都是能开山立派的 奢侈人物 如今竟被这般无视 加上听闻结束来临的预言 一时又惊 又怒又狐疑 只呀 相防之门合拢 蜡烛点燃 照亮窗户 映出了孟奇提笔书写的身影 最先认出云集身份的 毕仲德毕道人 捋了捋自身斑白的胡须 跨前一步道 云集前辈 刚才所言何意 今日已晚 明早再问 苍老淡然的声音传了出来 没有加重语气 但人人皆能感受得到那份坚决 装神弄鬼 大言唬人 李仲康忍不住暗骂了一声 运转临时询问起别的同伴 云集似乎出了什么岔子 雷劫气息不复 五道炼体不存 他所言之事 怕是做不得准 管他呢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看九王爷 不也相信了云集前辈 回答各有不同 但皆是一样的不敢大意 李仲康想了想 也觉得 还是宁可信其有 于是众人分头 赶回各家 隐秘接走了重视的清倦弟子 拿走了重要物品 躲到了自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李仲康便藏身一家青楼的雅间内 换了寻常人家打扮 在几位弟子与德力手下的簇拥下 眺望着京城夜景 有时刚过 藏天观所在突然冒出火光 传来喊打喊杀之声 不仅如此 城南各处隐秘或不隐秘的道观 都被点燃 黑烟滚滚 深阵云霄 显然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能同时发难多处 显然准备已久 若天黑以后还在南城 很可能被盯上 李仲康喃喃自语 额头觅出了点点冷汗 那看似手无腹机之力的云集真人 竟真能遇见此事 而度过了三次雷劫 修有天书九遍大法的自己 却推演模糊 不见危险 难道他真的反扑归真 更胜当初许天师了 李仲康竟有点战战兢兢 这时 他得力属下魏集文言道 真人勿忧 此事未必是云集铁口直断 也许他安插了奸细 于当今天子或大师身边 所以能提前知道这等重要消息 借此吓唬真人你们 从而主导道门之事 有道理 李仲康沉重点头 我乃三劫真人 大法有成 纵然有看不清楚高人身前的时候 也断然不会连有没有武功 有没有雷劫气息 都感应出错 哼 魏集 你随我去窥视云集一番 看看他究竟在捣什么鬼 他袖袍一扬 清风缭绕 还着自身与魏集 消失于了雅间 一路奔波 两人回到白日的院落 刚上院墙 便见厢房灯火未灭 梦齐的身影 拿着一卷薄薄的书册 正用心研读 真人 你看 那怕是云集记载机密消息的文册 他年纪老迈 又无神通武道 很容易遗忘 不如记下 时时重温 魏集有些欣喜地猜测道 李仲康清晰了口气道 魏集 我给你加持道法 你找机会 将那本书册偷来 魏集最擅长刺探道取之事 属下遵命 魏集身体沿着墙壁无声滑落 还未到底 便被李仲康的道法覆盖 消去了引踪 两人皆有耐心 等了足足一个时辰 直到梦齐放下书册 吹灭灯火 回到床上打坐 屋 风乍起 吹得窗框清响 借着动静遮掩 魏集挑开了窗栓 右手一射 如有绳索幻化 翘无声息 便将那书册抓了出来 回退 月强 魏集来到树下的李仲康面前 恭敬将书册递了过去 真人法眼无差 那云集老麦昏溃 连我盗走书册都没能察觉 李仲康露出一抹笑意 夹奖般汉手 然后将书册凑到了眼前 只见封面写着四个大字 李仲康传 这 李仲康莫名惊句 本能翻开 看了下去 李仲康者 今世遇献人 生于甲子年炳 银约物尘日人子时 刚看到这里 李仲康便眉头一跳 这竟是自己真正的生辰八字 因为父亲疏漏的关系 自己明面上的出生时日 要比实际早 最初连自己都不甚清楚这件事情 直到大法有成 回照自身 才发现问题 一直觅而不宣 防备别人的诅咒之术 谁知这里居然清清楚楚写了出来 往下读去 这件事情的原委 被详详细细解释了一遍 分毫无差 一夜夜翻动 李仲康仿佛重新经历了自己的人生 很多模糊遗忘的记忆重新浮现 有些一直不明白具体情况的谜团 也得到了解释 请得到了解释 看着看着 他双手颤抖 汗水如雨点般落下 第78章 单个一下 这本书册并不厚 未曾记载琐碎杂事 但就像一本真正的传记 将李仲康人生里 值得回忆的点点滴滴 以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 换作他人阅读 必定眼前一亮 对李仲康奇人奇事 产生清晰的印象 有深刻的把握 但李仲康本人读来 一颗星却越来越凉 四肢发寒 通体站立 汗水飞快溺出 雨滴般滑落 竟是如线噩梦 难以摆脱 自己所有的秘密 本身知道或不知道的 都一一呈现于此 最后几页还莫字未开 明显是刚刚写成 飞早有准备 胡 胡说八道 李仲康梦一般反驳 毫无力道 往后退了一步 背心靠住树干 一阵冰凉 已是被汗水浸透 一时之间 度过了三次雷劫 能驾风飞顿 招射闪电的他进 无法控制身体的出汗反应 云集真人早就预料到 自己会来窥视 于是诗诗然书写了这本 李仲康传 他看似打坐沉睡 只是给魏继 和自己一个倒走书册的机会 自己所作所为 早在他推算之中 分毫无差 李仲康念头翻滚 又惊又惧 首次觉得云集真人 深不可测 真人 这本书册记载了什么 魏继见李仲康反应不对 莫名慌乱 不顾身份地开口问道 闻言 李仲康打了个寒颤 像是 终于从梦中苏醒 看也没看魏继 深周清风一卷 飞过了院墙 跌跌撞撞来到厢房外面 长居一躬 颤声道 晚辈有眼无珠 不见前辈高远 多有猜忌和埋怨 还请前辈见谅 他身体攻着 没有抬起 等待着梦奇的回答 几期之后 厢房内传出苍老陈雅的笑言 不知者不醉 李仲人请进 李仲康悄然吐了口气 抬起身子 整了整衣冠 这才推开房门 踏足入内 能渡过雷劫者 都是天下出类拔萃者 李仲康绝非愚钝之辈 即使利欲熏心 自高自傲 遭受这样的打击后 也终于恢复了理智 明白面对不知深浅的高人 耍小花招 逃避问题 远不如自成几过 诚恳道歉 进入厢房 他看见梦奇 依旧盘坐于床上 黑色道袍罩身 容颜轻渠 眉须不白 但却有着掩饰不住的 苍老腐朽之意 而那双仿佛身不见底般的眼眸 正似笑非笑看着自己 李仲康又忍不住站立了一下 盲大理参拜 仲康拜见云集前辈 李正人无须多礼 执子到门存亡之秋 你我都身兼重担 没有高下之分 梦奇右手抬了抬 示意李仲康坐下 李仲康先是回身将房门合拢 让魏继守在外面 防止他人靠近 然后才战战兢兢坐下 艰难道 晚辈上是初次遇到前辈 这般天机尽在掌握的高人 当初的许天师都远远不及 一时难以相信 这才傲慢无礼 不过此乃道门兴事 危机关头 有前辈出山 一臂晴天 各有所长罢了 梦奇寒笑说道 根据自己进一步的窥测 这方宇宙被那封印奇妙隔离 也就是说 哪怕自己脱离出去 请来帮手 一直能回到封印里 没什么作用 当然 请到完全苏醒的广城子 文殊天尊 圣火轻地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李仲康如坐针毡 竭力想着话题 转而道 萧璇已是撕破脸皮 再无顾忌 不知前辈有何应对 萧璇乃当今天子 九王之父的名字 历经两个年号 如今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李仲康他们 原本还存着侥幸之心 觉得对方仅是因为到门市 大财打压和修剪之夜 过了这一阵 说不定又能回到当初的状况 故而一直以天子或陛下相衬 可之前的南城大索 道观尽毁 让李仲康彻底认清了现实 真正明白 回不到以往了 开始以姓名称呼 具体明日人其后再讲 不过老道 目前有件事情 得劳烦李真人去做 孟奇手里拿着浮尘 搭在另外一只手的臂弯处 李仲康慌忙站起 拱手道 前辈尽管吩咐 孟奇指了指桌子 那里还有一张纸条 沐浴着月华 你按照老道所写内容 将物品购置其背后给我 李仲康拿起巴掌大的纸条 双眼闪过银白电芒 就这夜色便看了起来 只见上面写着一节 雷积木纯阳水 碧鬼藤太阳神石等物品名称 咦 这都是杜雷杰所需 只不过属于初步 就目前自己的境界而言 他们都派不上用场了 云集前辈拿来做什么 李仲康满是疑惑看向孟奇 但又不敢发问 孟奇微微一笑 多年以来 老道苦似雷杰本质 想弄清楚 它是我等提升的奥妙 如今有所收获 想略做尝试 李仲康听得一头雾水 但大概明白 云集前辈是借此试验什么 因此不再多言 鼓起勇气 笛声问道 前辈 晚辈隐集升职 难有子嗣的问题 可有解决之道 他一直认为是自身度过了雷杰 才想着子嗣问题 结果本质已变 作为寻常修饰的小妾 难以承受语录 这才无法成功 谁知却是年少时伤了根本 隐集暗藏 若非被云集前辈一语道破 怕是今生无妄后裔 孟奇黑了一声 承熙落月方 有家仙缘阁 里面珍藏着一株万化雷草 得到后直接服食 可不根本 多谢前辈指点 李仲康大喜过望 只觉办事都充满了动力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孟奇忍不住摇头失笑 他原本想在捉弄 捉弄李仲康 况他服食万化雷草前 默念一百遍 难无不孕不欲科观世音菩萨 但身为道人 如此骤文伟石画风不对 只能作罢 一日清晨 不知是不是 受昨晚南城激烈战斗 所有到灌备坟的影响 天人相赶 高空乌云压城 电闪雷鸣 酝酿着一场暴雨 李仲康没有吝啬 藏天官的珍藏 与自身的私库 终于凑齐了孟奇纸条 所写的物品 于是急急忙忙赶回 想早点交差 尽快去仙缘阁 买到万化雷草 暗中守卫者都认识李仲康 没有进行阻拦 任由他来到了厢房门边 听到了里面的交谈 孟奇环是四周道人侠客 以及再次偷偷前来的九王肖坤 缓缓开口 以老道所见 各位不必死守京城 天地广阔 大有可为 并且如此一来 还能吸引当今天子与裴太师的注意 将京城高手调出 甚至让裴太师离京 亲自主持平乱之事 到时候 京城空虚 朝廷空虚 九王便有机会 偷到那非比寻常之物 此物让当今天子与裴太师突飞猛进 若是失去 他们必将停滞 而得到他的我们 则日益壮大 此消彼长 终有翻盘之日 这些雷杰高手 听得轻轻汗手 觉得退一步 果然海阔天空 只是光靠九王爷 要从萧玄手上 偷到如此重要的宝物 怕是不太可能 毕仲德提出了疑问 旁边的九王肖坤 听到别人 直呼自己父皇之名 颇为尴尬 孟奇笑道 所以我们得留下 几位道友钱藏 等待机会 内应外合 他话未说完 目光转向门外 李道友归来 老道暂时耽搁一下 耽搁一下 一道道目光望了过来 不明所以 孟奇打开房门 结果装着那些物品的袋子 迈步踏入院中 边走边道 多谢李道友 不过还得劳烦 你帮忙布置一下 李仲康同样满头雾水 接过雷杰木 纯阳水等物品 在孟奇细致入微的吩咐下 开始了布置 没过多久 院内已是多了一个 没有浮华外表的法阵 孟奇走到法阵中央 结痂跌坐 笑眯眯道 一事不凡二主 李道友请催发一下 一道道目光 竟是迷惑地看着 李仲康一事茫然 但还是双手闪出电芒 催动了阵法 光芒腾起 阵法线条相继变得晶莹 雷积木 纯阳水等扑得一声破碎 化作银白与青色混杂的雷霆 扭曲成一个个模糊符纹 散发出纯阳 正刚的气息 符纹收缩 猛地钻入了孟奇体内 让他脸孔略微扭曲 似乎承受着不小痛苦 但很快便通体覆盖雷芒 引来京城四处闪电 接连落下 这是 李仲康仿佛明白了什么 而毕仲德 更是脱口而出 这是要度雷劫 孟奇微微一笑 所有雷芒一收 阵法寸寸破裂 高空轻雷汇聚 轰然打落 在如今的天象里 这样的状况相当正常 身为创世神 掌握着宇宙过往几乎所有信息 他岂会对这里的武功与道法修炼 经过一晚审查分析 推敲比较 借助以往感悟绝刀和雷法的积累 孟奇已是弄清楚了本质 触及了此地力量的根源 没有力量能够渗入又如何 知识与信息便是力量 而云集乃六节真人 肉身相当强横 这才能死后不服 只是阴气弥漫 压制住了力量 必须借助阵法 先行中和死气 才能发挥 加上传说本质的意识 能明刻雷文 以及孟奇自身对力量本质的掌握 若还不能快速度过一次雷劫 简直愧对家乡父老 愧对大能称谓 轰隆 轻雷劈下 将孟奇笼罩 噼里啪啦之声不绝于耳 几夕之后 一切消散 容貌轻渠 洗着黑袍的云集道人 又出现于了众人眼前 他周身肉体多有损坏 像是阴气鬼物 被致阳致症所伤 对此情况 孟奇早有准备 双手结印 黑白流转 突飞猛进不久的 阴阳印略微运转 死气消弥 生机盎然 破损肉体如动 疯狂滋长 没用多久 便完好如初了 单个诸位了 我们继续 商议对策 孟奇含笑看向呆滞的众人 李仲康 毕仲德 和九王肖坤等人 心里只有几个念头回荡 还真是只单个一下 趁着商议休息的时间 他顺便度了个雷劫 这还是大家郑重以对的雷劫吗 一时之间 他们都遗忘了某个重要问题 云集真人 怎么会度第一次雷劫 第79章 一步一劫 电闪雷鸣 将院子罩得白灿灿一片 酝酿已久的雨水随之倾泻 哗啦啦席卷了长空 浇灌于李仲康等人身上 他们恍然未觉 没做任何遮掩 不过当豆子般大小的雨滴快砸中时 总会被无形气层弹飞 难尽分毫 度过第一次雷劫后 最显著最重要的变化 就是法力自生 随时护体和腾风驾雾 居高临下 雨水飞溅 白沫成雾 孟奇将手中浮沉一阳 呵呵笑道 既然诸位道友喜欢在院中议事 老道只好奉陪 是才提到 须得留下几位钱藏 以等待机会出现 配合九王爷拿到那非比寻常之物 如今 老道要问一句 哪些道友愿意 后面六个字舌战春雷 声声震神 让九王肖昆等浑身一颤 彻底清醒了过来 你看我 我看你 花费了十几息的功夫 他们总算弄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纷纷陷入沉思 流于京城 必定异常危险 容不得半点暴露 与以往的显赫生活截然不同 但在场 都是京城高手 根植于此几十年 乃至几代十几代人 多有眷念不舍之情 而且出京后 人生地不熟 又要被朝廷追捕 并不会舒服太多 一时之间 他们念头分成 难以做出决断 耳畔与声哗啦 隔绝了尘世的喧嚣 晚辈愿意留在京城 辅佐九王爷 李仲康脸色变换了几下 咬牙说道 如果局势出现转机 众县道门往日盛况 彼时登基称帝 掌握权兵者 必然是九王肖昆 当下雪中送炭 可比日后锦上天花强 有了李仲康带头 毕仲德和风火关关竹鲁四 全都表达了 潜藏于京城的决心 好 三位道友不计生死 实为道门楷模 请受老道一礼 孟七打了个棋手 转而看向九王肖昆 要想让裴太师离京 亲自主持平乱之事 光靠诸位道友 怕是有所不足 老道打算明日会议会这天下第一人 裴太师裴道通 气节真人 能与此方天地间虚空造物 遨游清明 自道门许天师允落后 便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人 肖昆先是愣住 接着眼角一跳 惊一开口 前辈慎重 裴太师的玉皇神拳震骨朔惊 不能小事 还是等前辈恢复巅峰 再做计较吧 虽然你重度了一次雷劫 再成真人 但与裴太师这气节真人的差距 还是不可以道理计 岂能行此躺避当车之事 回想刚才的事情 他与在场诸位都确定了 云集真人 只有一节的实力 但从他轻松度节如游戏看 往日盛名并非虚假 积累仍有 只是不知出了什么岔子 以至于境界全无 修为尽失 正缓慢重临巅峰 李仲康等人纷纷点头 赞同九王之言 从云集前辈 今日趁商议的休息间隙 就度了一次雷劫看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不提七节 至少恢复原本实力不成问题 可数的存在了 万万不能以身犯险 孟奇扶尘一挥 微微笑道 九王放心 诸位道友放心 只是会一会 又非硬碰硬 而且山人自有妙计 说完 他穿透雨幕 走回了房中 竟是我意一觉 其余人等面面相去 一时又沉重又担忧 宫廷深深 御书房内 披着九龙系猪袍的 当今天子萧璇 副手立在窗边 望着数日不散的阴雨 嘴唇紧拧 勾勒出刚硬的线条 他年近七旬 却不见一点老太 血肉皮肤 仿佛蕴藏着庞大的力量 双眼幽深如海 看起来也就三十出头 和九王肖昆站在一起 别人恐怕会认为是兄弟 太师裴道通 沉稳坐在御刺的靠背椅上 看着萧璇的背影 没有半点浮躁的情绪 仿佛一座巍峨山峰 他将自身打理的一丝不苟 并脚 唇边和下颌的须发 没有半点杂乱 像是钢雕石刻之相 而一双眼眸威严昭著 让人不敢对视 在裴道通的上手 摆放着萧璇批改奏章的书桌 书桌中央安放着一盏琉璃灯 淡金为色 晶莹剔透 灯油透明 若有四无 如今一点火光四豆 随风摇动 让四周光暗不断变换 颇有几分诡异色彩 这两日的大索 都没有找到一位盗门雷结真人 萧璇没有转身 依旧望着窗外 阴云密布 细雨不断 裴道通沉稳开口 不带一丝情绪 是 怀疑有人走漏消息 天术已然改变 萧璇护得长叹了一声 转过身体 看向书桌旁边 是啊 天术确实变了 尊者何以教我 在御书房内 除了天子萧璇 与太师裴道通 竟然还有一个人 书桌侧方 立着一位穿灰色僧袍的和尚 他正看着那盏琉璃灯 面容俊美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听闻萧璇的问话 这灰袍僧人微微一笑 陛下不用慌乱 萧璇皱了皱眉头 沉声问道 阿南尊者 你的意思是 被称作阿南尊者的灰袍僧人 含笑道 静观其变 雨水如丝 阴云渐散 陪道通乘着轿子离开了宫城 一行 还有九王萧坤 他闭着眼睛 壮似沉睡 实则在思考 这几日京城之变 已把握到其中关键处 大师随从众多 队伍庞大 前行速度不快 花了一阵功夫 才离开朱雀大街 转向青阳坊 到了这里 萧坤便要与裴道通分道扬镳了 四周应连绵多日的雨天 行人稀少 各自举着油纸伞 小心翼翼行走 风吹过 地上积水涟漪 不见半点尘埃 就在这时 轿子中的裴道通 忽然睁开了双眼 点点雷芒汇聚于眸子之中 像是在簇拥着至高无上的神灵 映照出了旁边僻静小街的全部景象 一个身穿黑袍的青渠道人正缓步行来 他手提着斗笠 沐浴着细雨 仿佛在享受着自然种种 一步 两步 三步 天地仿佛被无限拉大 双方向是陡然变小 云集真然 九王肖坤吓了一跳 惊惧又担忧 才一劫 裴道通低语了一句 右手探出 无数银芒交汇 凝聚出了一根花纹古朴的雷霆之剑 有着实质触感的神剑 正当他要打出这根雷霆之剑时 却看见孟奇微微一笑 云淡风轻 天空呼得黑暗 千云汇聚 像是要压垮京城 无数银白闪电会成一道 轰然下批 恐怖之势将裴道通与孟奇 隔绝于两侧 轰隆 雷光炸亮 银芒如水荡开 涌向了裴道通 承受着天乏的孟奇 浑然味觉 又迈出了一步 轰隆 又是一道雷霆落下 金银交杂 威势更胜钢材 而翻滚的雷球里 黑袍轻取的孟奇 缠绕着电芒踏出 又是一步 轰隆隆 苍天震怒 金色雷霆舞到旗下 肖昆看得目瞪口呆 嘴里喃喃自语着 二劫 三劫 四劫 一步一雷劫 一吸一灯铃 裴道通看着孟奇缓缓行来 雷电加深 竟有气势被夺之感 手中的神剑 居然打不出去 到了最后 乌云像是来到了地表 雷霆成海 一圈圈荡开 越是往深处走 越是恐怖异常 各色分成的雷海 徐徐分开 孟奇提着斗笠 出现于了裴道通不远处 他一边戴上斗笠 一边微微笑道 老道也气劫了 裴道通目光一领 气机牵引 雷霆神剑终于打了出去 穿透了孟奇 但他的身影仿佛泡沫 竟缓缓消散了 若非雷霆气息尚存 刚才之事 当真如梦似幻 第八十章 射星陵 地表仿佛高空 乌云汇聚 雷霆化海 绕成漩涡 各色分成 一圈又一圈 散发出极端恐怖的气息 此时 他们如同孟奇的身影一样 泡影般破碎 徐徐飘散 留给裴太师 梦境结束式的画面 有那么一个瞬间 心意坚如磐石的裴道通 真的以为自身陷入了敌人的幻术 世间哪有一步一雷劫 六夕内便从一劫真人 灯灵造物主 境界的事情 过去没有 将来也几乎肯定不会有 自身得那盏佛灯淬炼提升 积累最充足的第五次雷劫 也花费了整整三个月 第六次为半年 第七次 更是足足用了两年多 由是如此 也堪称前无古人 突飞猛进的速度 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境地 可谁知 竟有一稀度一次雷劫的逆天之事 连从陆地神仙到造物主的七劫壁垒 亦不例外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天地吗 这世间 还有朗朗乾坤吗 等明变了周围雷劫气息 回味了之前所见 确定那匪夷所思之事真的发生了 沉稳如山的裴道通也忍不住心神摇曳 呼吸急促 没来由一阵绝望 与这样的敌人交手 会有胜算吗 即使双方目前境界相当 自己看起来积累更足 武道神通更强 似乎能够压制对方 可也架不住不寻常理四个字 打着打着 他又度一次或者两次雷劫 从而在境界上碾压自己 找谁说理去 这样的情况并非不可能 从一步一雷劫来看 那是大有可能 他还是人嘛 旁边飘来了九王肖坤的低语之声 让裴道通难得认同 惊醒了周围的一尊尊泥雕木 裴道通深吸了口气 从震惊错愕 失落沮丧 和惶恐绝望当中 彻底回神 将之前的画面 又从到尾想了一遍 目光重新焕发出光彩 语气低沉到 他的极限是七节 否则大可以再度一节 当场将我击杀 正因为极限是七节 他刻意与我照面 在我眼前上演一步一雷劫 一息一突破的骇俗之事 以此摧毁我的意志与心灵 强者不是不会害怕 而是能不因害怕而迷乱 裴道通已极短的时间 走出了绝望与畏惧 窥见了真相 听着裴道通的话语 九王肖昆也明白了 梦齐所谓 会一会裴太师的真正用意 想了想 肖昆故意结巴道 他 似乎 似乎是云集真人 云集真人 裴道通看了他一眼 原来是他 九王以前倾覆到门 后来才因陛下严令疏远 知道云集真人 甚至曾经见过一两面 不足为奇 云集真人出世入山前 孤见过他一次 只是那时年岁尚佑 记忆不深 如今方才响起 肖昆眼睛都没眨地道 裴道通点了点头 云集原本便是六节真人 出世修行多年 有了冲击造物主境界的积累不足为奇 他多半是用了什么秘法 将修为刻意降低 以此演绎一步一雷劫的壮举 动摇我的心灵 这是他的猜测 但目前也仅限于猜测 虽然不再如 之前那么沮丧绝望了 但心里依旧沉甸甸的 仿佛压着一座山峰 让自己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吐了口气 裴道通深周呼的 腾起九条气息强横的雷霆巨龙 将他环绕簇拥 化作一记闪电 飞向了攻城所在 不管如何 道门又出现新的造物主 局势再也不同 必须重新计较 道门诸位真人汇聚的院落 该离经和该潜藏的他们 都还没有行动 被乌云将士 雷海落地的奇异景象所震慑 一时竟有魂飞天外之感 正常渡雷劫 前三节是引动雷霆天降 从第四节开始 则要飞入高空 钻进乌云 直接踏足雷海 接受考验和淬炼 今时今日 雷霆汪洋 居然被直接拉到了地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念头分成尖 他们眼前一花 看到了头戴斗笠 身穿黑袍的孟琪 只觉对方气息看似虚弱 实则威严高渺 仿佛九天之上 俯视着云云众生的造物之主 让人难以生起半点反抗的念头 前辈 你 你度过第七次雷劫了 毕仲德脱口而出 语气激荡 身体竟忍不住微微站立 孟琪倾壳一声笑道 老道与裴道通照面 连度六节 压住了他的气势 什么 一道道声音难以遏制地响起 嘈杂而混乱 孟琪则晃了晃头 只觉精神疲惫 肉体酸痛 度第七次雷劫 还是太勉强了 若非掌握了生死之意 瞬间逆转死罩 充盈生机和力量 自己纵然能度过 怕也成强弩之末了 逃不出裴道通的感应 他目前的魂魄 是透出的意识 本身没有力量 乃借助阵法与天劫 逐步铭刻雷文 才有神意 而云集真人的肉体 仅是六节 所以 要恢复到这个境界 轻而易举 但想更进一步 却相当艰难 凭着本身对雷霆英 杨之道的掌控 将肉身力量完全催发 孟琪才勉强成就造物主 日后想要继续提升 只能像此事之人一样 修炼积累 无有洁净了 当然 以他对力量本质的认识 肯定会比其他人快很多 孟琪之所以急在一时 而非缓一阵再度七节 乃是为了营造刚才的局面 打击乃至摧毁道通的信念 即使他亏出问题所在 心灵内也难免会被植下失败的种子 等待机会合适 就将爆发出来 裴道通看得出 自己目前极限是七节 可再等半个月 一个月 一年呢 彼时相遇 他心里肯定会想着 敌人是不是积累足够 要临阵突破了 这种心灵气势上的交锋 孟琪已经很久 没有做过了 因为成就传说后 都能够审查自身念头 找出心灵的漏洞失败的种子 若战斗爆发于突然 类似的交锋还勉强有用 如果给对手一定时间 那必然毫无效果 清洗口气 无中生有 孟琪的力量稳定恢复着 韩笑看着被自己 话语惊呆的李仲康等人道 此事说来话长 而这里不宜久留 诸位按照计划各行其事吧 刚才渡完第七节 自己差点游进灯窟 若还留在原地 那必然惨败于裴道通 逃不出他的手心 因此趁对方震惊混乱的机会 已引来的雷杰气息 为遮掩 逆转生死 恢复了少许力量 然后逃之夭夭 这便是真正的装完逼就跑 不跑不行 孟琪悄然赴斐了自己一句 李仲康艰难吞咽了口唾沫道 恭喜前辈成就造物主 养我道门之威 恭喜前辈成就造物主 养我道门之威 其他道人侠客赶紧跟随恭贺 他们表情都还残存着茫然 完全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少请 李仲康问道 前辈 我等即将各行其事 不知您打算做什么 孟琪笑了笑道 转战各地 猎杀萧璇与裴道通亲信 能够挡得住造物主的城池 只有那么寥寥几座 其余完全无法阻拦自己 再没有比一位造物主打游击 更让萧璇与裴道通头疼的事情了 如果有 那就是这位造物主 随时可能度过第八节 必须尽快除掉 如此一来 不愁裴道通不离开京城 孟琪随手一抓 周围赤焰从虚空中冒出 凝成了一条颇有几分灵性的阎龙 阎龙摇头摆尾 缠住孟琪 顺息顿出了京城 裴道通回到了御书房 只觉这里的气氛异常沉宁 仿佛万古冰窟 以萧璇的境界和实力 攻城不远的事情 自然瞒不过他 亦被孟琪一步一劫所震惊 久久难以回神 而一旦回神 沉重自生 阿难尊者 这就是你说的静观其变 萧璇忍不住看向那 笑眯眯不见半点惊恶的和尚 恶难笑道 云集早死 不过是天外天一位道门先尊灵凡 借他的尸体行走 单身灭到新佛之事 这才能连度七节 不过 此意他目前的极限了 七节 道门先尊灵凡 萧璇与裴道通 各自抓住一个重点 阿难点了点头道 两日连度七节 至于天外天道门先尊灵凡之事 有什么值得诧异 萧僧不也是从净土降临 说到这里 他拿出了一枚紫气盎然的灵档 满是吸人魂魄的协议 他虽然连度了七节 但弱点并未消除 身与神依旧不合 只要遇到我这射心灵 意识与肉身立刻便会分离 实力骤降 裴太师 你持此物 将他拿下抓回